早幾天在IG見到拍姿為了準備Lucas開學4點多就彈起身 轉台又見到取緣申報的嘉儀媽媽跳著十字步畫開Concert 原來原來圈都有幾多偉大又成功的單身媽媽 不斷耳都數到二十幾個 即是電視圈除了嘉儀姐之外還有肥姐 80年代和丁蟹離婚之後 自己一個女人仔照大了欣兒 這件事十足十肚那個環的鋼筋差緊串 全香港沒有人不知了吧 另外今年過了阿市的曾華善 她的十九歲兒子有余文傑那麼高 也有資夫所指的吳以利帶著卓琳從上海搬回香港 現在搞到這樣她都很大壓力 同樣前二領一屆的亞姐冠軍羅琳 離婚之後一個養大三個兒子 你猜美魔女已熬的 還有雖然一直沒有結婚 但收養了一個兒子十五年的張惠儀 希望找到一個疼她又疼她兒子的好老公 另外還有唐玲雖然還算babyface 但已經照著兩個子女一個三歲一個七歲 剛剛步入四字頭的思琦妹 整堆師奶八婆好像認識她 還說她以前點點點 現在又點點點 但她一於很少理 總之有job就接 嫁印女才是最重要 這些就叫做mature 接著到電影圈 今晚影后的李禮 當年和許願結婚只生了一個女兒 加診到二十歲 還有李嘉欣的親家 已經結婚婚的紅衣 八十年代的玉女葉韻兒 九十年代的女神鍾麗 千禧後入行的梁樂師 還有影后級媽媽張柏芝 雖然柏芝很多是非 但老姚姿馬力 你看她家診 家庭重要過幕前演出 為了兩個兒子犧牲自己前途的好媽媽 超偉大就是這隻 還有一個單親媽媽都很難分類 就是Manny霍聞器 你說她是電影還是音樂呢 對呀 講完音樂你聽 第一代未婚媽媽 當然要數印尼和林珊珊這兩單 直接轟動港九新界 尤其當時珊珊還要是幾紅那隻 為了愛情放下事業不簡單 現在不經不覺兩個女兒 一個西瓜一個野人都成二十幾歲 但是珊珊變成五十歲 厲害 另外離座婚的 有一個女兒的林憶蓮 一個女兒的何婉瑩 兩個女兒的王妃 一仔一女的小恩子 再嫁兼且有六個子女的肥媽 另外沒有結婚的 有一個齊仔的關淑儀 同樣都是一個兒子的湯幾湯寶如 不斷衣都數到二十四個 其實娛樂圈那麼多個單親媽媽 雖然婚姻不太好 但都沒有放棄過那些子女 還要在娛樂圈一邊賺錢養家 一邊給那些阿姨子 點點 你的生活 不願意捱的 總之個個都是Super Mom Super Hero Captain Nancy就是成功的人版 各位 不要放棄 完